梁環茂 梁教授 梁教授是很好的社会学专家 很资深的老前辈 但是他的专业除了社会学以外 他追求长生不老很有心得 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给我们介绍 如何通过大脑的运作 追求健康长寿的秘诀 我们欢迎梁環茂 梁教授 主持人 各位贵宾 各位年轻朋友 当时 这个敦风舞在宣布年龄 我今天要讲的时候 公公好 我希望每个人怎么年轻 大家猜猜我今年年轻 他是三次头 我是一次头 哇 所以这个怎么年轻啊 今天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 早期的科学家研究是怎么营养的呢 现在呢就转到能量 怎么治疗自己就招年轻的方法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感冒 突然间记忆很差 他打起来说 他教授怎么搞得 我现在记忆很差 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想没有 只有走路 为什么 大家想在走路 有我们不天天地走吗 还有什么特殊呢 大家要了解 人类 只有人类 也暂时走路开始 每天要走多少呢 至少走二十公里 因为那个时候 最早人类的经济圈 什么经济圈呢 就是他一定要吃饱肚子 一定要走二十公里 如果你走二十公里之后呢 他一路要发现 什么东西可以吃 这什么不能吃 所以又一个朋友问我 他说 老师 怎么那个羊肉啦 什么地瓜呀 什么醉有营养啊 我讲你又没有 你的肠胃呀 它是怎么演化而成的 因为我们人类最早 在地下抓到能吃的 就是最普遍的 最普通的地瓜 那什么的 这些食物嘛 天天吃 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消化系统 一切 都是根就吃的东西 而演化成的 可是我们 有火以后 熟食以后呢 那东西都变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胃啊 我们的消化系统啊 还是根据最早 人类演化过程里面 所建构的一套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吃那个 越粗糙的东西 越普遍的东西 越健康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要吃什么 你吃地瓜呀 你脑筋不好要走路啊 有没有原因 我们人类就走路 才有智慧嘛 好 一生到这些病呢 人就没有尊严了 所以现在呢 人要怎么获得 优雅 要有过优雅的老人生活 大家也没想到 什么叫做优雅的老人生活 一个人不能自己处理自己的事 会怎么样 患要人家胃 大家不要人家拉倒 这还有青春年吗 还有优雅吗 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讲 怎么优雅生活 是要自己能够记记 自己能够语言 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可是现在 所以很多的科学家 大脑科学家 神经科学家 那就是能量科学家 通通在找人类 怎么演换老化 不是不可以老化 是可以演换一点 而且 怎么生活的优雅 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需要绝久的 一百年前 科学家认为 科学家认为 我们大脑这个宝铺 只要一完了就没有了 也就是我们大脑的细胞 越老化 越退化 就没有用了 所以以前的人认为 大脑的老人家痴呆 老人家不会处理问题 那是很自然的 应该的 医学中也没办法 可是现在呢 科学家发现 这些大脑里面的细胞 不是用完就没有了 所以这一百年后的今天 科学家认为 大脑里面 有了干细胞 而且不是一种干细胞 有四种干细胞 海麻灰下面的干细胞 是缓缓的细胞 或者是我们大脑的 肩膜跟蚊脏体 跟脊椎里面的干细胞 那三种细胞 是冬面式的细胞 还动不了 所以科学家现在 一直想 把这三种细胞 都能动起来的话 可能人就没有老了 干细胞是什么 干细胞就是婴儿细胞 所以婴儿细胞呢 它能自己复制 自己自由 自己疗伤 所以假如我们打脑 或者身体哪一个部分 有了问题 干细胞 化化的话呢 我们很多毛病就可以自己治疗了 所以干细胞 我们称之为婴儿细胞 称为年轻细胞 就是复制细胞 有了这个细胞 你敢做好你 大脑里面有了 可是有了这个细胞以后 我们按照一般的原理 你怎么使这个细胞 干细胞让它化化 让它经常能够的 这个活力很好 第二个就是细胞的能量 或者细胞的寿命 能够使不是增加 大致呢 从今天的科学家里面呢 就发现 因为我们打脑 有哪些作用 比如说第一个 研究到 我们打脑里面 这个球 比如说眼睛归眼睛 耳朵归耳朵归 我们手啊 打脑里面的手 这个就造成大脑地图的 推书画 就是秋雨画 那个秋雨画是不是固定了呢 不是的 现在发现 大脑是可以改变的 因此 大脑的 所有美国有的公司啊 就是这么重组你的大脑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就是我们的大脑 为什么重重的人啊 就这个手不动了 可是经过实验的结果 他把猴子的手的细胞剪断 剪断以后呢 好 他想到 如果啊 剪断这个手的 这个手的 之后呢 这个手不能动了 可是他把另外一个手呢 把它绑起了 所以他撩过手不能动了 可是 剪断这个手呢 这个手呢 很可能 就是 他没有绑住他 所以到四个月以后 这个剪断这个手 自己动了 为什么 就是 就是 因为 这个说一下四个月呢 因为我们任何的伤 都一个修可期 大概修可期 都四个月到两 两个月到四个月 有很多开刀的朋友 开不到的朋友 在医院里面都告诉你 你两个月来可以走走嘛 你四个月来你可以自己走 就是 就是 伤口的修可期过了以后呢 他那个细胞的放电 等等他就回复 可是 为什么中风的人呢 会 那个手动不了 基本上 他就 消贷的无用问 什么消贷的无用问呢 因为我们推就 诶 这个 中风了 你问他 诶 最近脏脏如何啊 他会怎么讲 还好 我的左手还能动 左手还能动 右手不能动 这句话 就告诉你的大脑 你的手飞掉了 你不能动 这叫消贷的无用问 如果你不告诉他这个 左手不能动的时候呢 他四个月后 自主能还会动 因为我们大脑里面 有个自主性的 自动化程式 好 这个就是 所以在美国 一个朝北 他开一个诊所 就专门对这个 中风的 这些人啊 去治疗 他就把他 能动的时候 把他绑起来 然后让他 就做过种生活 所以很快 就恢复了 有的大概是 五岁 就中风 到他四十岁的时候 还去治疗 还可以治好 所以大脑的改变呢 就有这样多的可行性 另外呢就是 还有一个呢 用菌废退 什么用菌废退呢 我们大脑不用它 他就废掉了 那功能就废掉了 也有一个学生 读过试验 他把头子的五个指头啊 四个指头 往起来 一个指头打开 四个月以后啊 它在大脑的结构里面呢 变成两个指头了 就是 这四个指头的这个 丘域呢 被人家拉走了 所以因此呢 我们证明到 大脑的丘域 是可以改变的 可是我们本过头来看 我们怎样的一个 使我们大脑活化 怎样使我们的这个 干细胞都很好 大概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呢 我们一定要在 丰富吃的环境里面 去生活 所以各位年纪大 大一点的时候呢 一定要 有任何的法典都要参加 有任何的参观 一定要去 保持非常新鲜 非常活泼的党 这个就是要作为 丰富的刺激环境 第二个呢 要保持新鲜的学习能力 就是好奇 你被人家老了 你想我研究的大脑是 退休以后 十年 因为研究大脑 也很偶然的 所以 怎么为这个大脑健康 你的身体才能健康 所以 就算你不管你平常 你修什么好 只要你想 修个新的东西 就可以了 所以保持 这个 新鲜的修习 第三个呢 走路 所以走路呢 是最好 当你讲 你这个八十多岁 怎么走过来的 我告诉你 我在公家机关服务的时候 我只配了车给我 我常常是半路就下来 走路回家 你怎么搞的 我这个小孩子问我 你发疯了 把实际放走 你怎么走回来 可是那个时候发疯 现在不发疯 为什么 这个我现在很健康 我那小孩子说 老爸你还不错了 这个就是走路 可是呢 走路也有一定的 有怎么走法 这是我个人讲的 既然是打脑可以改变的 所以各位 我就要告诉各位 怎么年轻化 第一个 一定要设定一个 打自己的年龄 比如说我设定的年龄多少 三十六岁 所以任何人对我聊天干的 我的语言 我的肢体 我的想法 都不是八十四 这就是我设定了三十六岁 所以各位 你今天三十岁要二十多好 你家设定半个好 为什么呢 三十五岁这么重要呢 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 是人生最巅峰的结果 一切的成就 一切的努力 不在那个时候可以看不见 可是四十五岁一个危险年龄 因为到四十五岁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他的工作 他的能量 他的社会关系 通通都在平衡状态里面 哎呀 我该有的也有了 该做的也做过了 坐在那摇摇的时候 摇摇以上 摇的话呢 一切都完了 不求读书了 不求想问题了 小镇啊 这个就亲自为沙发上的马铃鼠 如果每个人变成沙发上的马铃鼠的话呢 那一定是老人痴呆 一定是阿斯海默症 所以这是动走路非常重要 走路里也有几个原则 大家想 你跟我们刘大师啊 刘教授啊 他不是讲紫德吗 大家如果你平衡 用力拉开 你指头用力拉开 你拉三十次的话 你看看有什么感觉 因为你拉三十次以后呢 你大脑里面的那个 那个结构啊 那个用的还是维持到 如果你不动了 大脑那个黑掉就慢慢快打 所以走路也要有方法 第一个呢 走路的时候呢 希望你的脚趾手指都能动 因为我们四个指头 动 四个脚指头动 二十个指头 我们大脑的细胞就在动 大脑细胞动的话呢 一定是保持更好的运动状态 第二个呢 是要反习惯行为 什么反习惯行为呢 不要走路 我们都是左手右手指摔 你能不能拉开来摔呢 所以很多讲气功的人啊 什么战装 我不同意 应该是我们也 我们也要动禅 一般讲禅是要进禅 实际上要动禅 刚才那个东方舞里面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舞姿跳得很好 内功也很好 可是缺少一个 动而要运 它是有运而没有动 它的书是吸收痒的能量 对不起啊 因为我们是需要动而没运 运人的动 动就是肢体的动 运就是心却的运动 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 你的含痒没有才够 现在我们很久讲瘦 可你瘦到某种程度 这也不行了 因为你没有肌肉 所以现在医学上 有个叫做寒入料 你的肌肉的比例是多少 对你健康有关系 所以因此呢 走路的时候 叫指要抓地 手要 最好是各种的摔手 这样的话呢 你的寒痒没有才够 你的寒痒的各种呢 你才有力气 相对的 走路吸收的氧气 软度 血管 我们一般讲 这个理修的话 吸进去的气叫什么 叫失能 能量里面叫失能 我们胃里面 身体里面 铺住的气量 叫做胃能 你的胃能跟失能 要平衡 你的身体的力气再够 所以因此呢 各位 如果你定了一个 你的年龄参半的话 一半的话 一定要这些运动就配合 所以反习惯动作呢 就是你平常 跟你平常走路 不一样的动作就运动 这样的话呢 你那个增加体力的增加 氧气的增加 氧气增加以后 旋转它的能量够 而大脑里面 刚才讲到 大脑里面最重要的一种 刚才提到那个 东方文明 提到一个脑内肺 脑内肺就是使你很右快嘛 脑肺给你很右快嘛 可是事实上还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 多巴胺 另外的小型装俗 还有最后一种 夜肺丹权 所以夜肺丹权 就是使你智慧 注意力能够增加 所以你更多的结果呢 你大脑的脑内肺脑肺 正性肾脏权 不肾脏权 多巴胺 还有小型装俗 这种统统会 非常平衡的瘟移出来 就保持你精神状况 年轻有为的一种状况 所以各位呢 我想 如果我也没准备 就叫拉拉跟大家 挂挂一下 希望大家 每个人都三十五岁 未老 就是我们要建构一个 大老年轻的生活 好吧 谢谢 谢谢梁教授 我们再掌声谢谢他 他还有活动 因为还有别的活动 马上跑步离开了 有没有问题 听说 有问题是 示范怎么走路 现场 示范一下 怎么走路 自由时报 这就是孙心灵主管的洋族人 大家就摔手了 你看这个地方 有九个部分 肌肉 腹隔 筋捞 还内臟 所以你看 你看 比如说我走路 你让他走路 一出门就走 一出门我就讲 给大家给自己喊 一出门我就讲 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就开始这样走 你看 这是摔手 这是一种摔手 这是一种摔手 还有 这样摔 这是这样摔 这样摔 这样摔 还有这样摔 这样摔 这样摔 还有这样摔 各种摔 你走路在那儿 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摔 各种摔 各种摔 四种啊 五种啊 都把每种摔 走到一堆摔 都想摔 用电话你看 很轻松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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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教授的计划 他刚刚提过来 就是说你要违反常规 不要每天千篇一律 让大人学习得到四级的机会 所以 介绍的结果 它的重点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人类的可塑性非常高 不要自我设限 尤其不要挥刀制弓 对意义嘛 要把观念 态度 保持正向积极 人生充满了惊喜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另一位惊喜 我们请到了香港的著名学者